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的节目 昨天就有媒体报道了美国又指责中国 就说中国在太空上很多卫星 而且这些卫星都是用来监视美国的 哇,究竟美国军方有讲什么呢? 是不是藉着这些客人的话题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呢?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讲到底美国的军方有讲了什么呢? 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看完编辑部《中央报》和《山冷气》 这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根据美国媒体所报道 美国的太空军司令索尔茨曼上将 他近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 过去6个月来,中国已经进行了多达35次的卫星发射 部署了最先进的通讯和监察卫星 中国目前有多达700多粒 当中有347粒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于政策的 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监察美国的联合部队 接着他还警告说中国是美国的太空行动里面最直接的威胁 因为中国已经开发了激光来破坏卫星的传感器 电子战的干扰器 甚至建造了一个能够捕捕对手的卫星的一种飞行器 哇,说中国现在的太空科技很厉害 老实说 世界上拥有最多卫星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美国 而且是遥遥领先的 不单止美国官方拥有最多的卫星 而且连美国的商用卫星、民用卫星 都是比世界各国的为之多的 不过报道就特别这样说到 美国一名高级将领就警告 中国的太空技术方面 无论投资重复使用的火箭 现在都已经是明显地威胁着美国的太空能力了 俄罗斯的实力虽然较弱 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不过我们真正的威胁都是来自中国 认为中国正正在开发一些能够压制美国卫星 从而出现不对称的反太空作战系统 哈哈哈,说得这么夸张 反太空作战系统 说到中国是要独霸整个太空一样 接着这名太空军司令索尔茨曼也这样说 美国的太空能力面临着很大的威胁 当中包括网络战电子攻击 你们都会令到卫星失去应有的功能 和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卫星定向能力的激光器 摧毁卫星和反卫星导弹 以及可以攻击美国太空卫星的轨道交战系统 从正确导航以及实时卫星 通讯卫星、导弹预警卫星 一直到太空情报监视以及侦测卫星 中国和俄罗斯都很清楚 我们美国对这些卫星是多依赖 所以如果能令到我们的卫星失明 甚至乎遭受干扰 或者直接摧毁他们 就会极大削弱我们的优势 到时美国的联合部队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他除了不停吹水之外 更加提供一项解决办法 他就这么说 美国的太空军的解决方案就是 将未来的太空能力的建设重点 放在容易受到攻击的大型地球静止轨道的卫星 转移到中低地球轨道上的小型卫星星座 什么叫做小型卫星星座呢? 其实就是类似星链的卫星集困 什么叫星链? 星链就是Elon Musk的公司 星链旗下的星链服务 星链是怎样的呢? 目前在近地轨道的星链卫星星座 已经有超过3000多粒 这3000多粒形成一个很巨型的星座卫星 是可以令到世界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 而根据马斯克的规划 星链是分了两期工程建设的 第一期工程发射12000粒卫星 第二期工程就发射3万粒卫星 去到最后就会总共多达42000多粒卫星 这么厉害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地球的上空有4万多粒卫星 每一个小时都不停地围着地球旋转 而这4万多粒卫星是可以令到全球任何个角落 无障碍无死角地提供宽频上网 现在已经有超过3000多粒卫星部署在地球近地轨道上空 而且已经对俄乌战争发挥了关键作用 世界各地已经很多人在用星链系统来上网 这个系统是非常可靠 更加能够直接协助 乌克兰军队发射一些正确制度武器 除此之外 这个星链卫星星座其实都挺危险的 大家试想一下 一堆卫星在地球转来转去 如果其他国家想发展太空科技 要发射卫星的话 射到近地轨道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星链的星座 是机会都颇大的 据报导曾经试过 星链的卫星距离中国的太空空间站很近 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实实在在的严重威胁中国的空间站的安全 不单止是这样 如果当这个星链卫星星座开发完成的话 意思就是有几万粒这些卫星 在地球的近地轨道飞行 可以说得上完全封住整个大气层那么厉害 其他国家想发展卫星 那要怎样 可能就要向美国申请许可 因为实在太容易发生碰撞了 大家要知道 卫星是飞得很快的 大约每90分钟左右 就足以在地球环绕一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速度是多么快 如果其他国家想发射火箭发射卫星的话 那便必须要小心翼翼计算清楚 从一些纳位穿插出去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万一发生碰撞的话 后果真是可大可小的 所以这个星链的计划 到他们真正完成部署 就会对太空形成一个隔离层 美国的太空实力这么厉害 但已经是在指责中国 中国只得几百粒卫星 美国已经多达几千粒了 那到底谁威胁谁呢 我就很想问一问 现在星链还是发展中 但是已经取得相当理想的经验 不过这名太空军司令 索尔茨曼就特别说到 中国的反卫星能力 美国的太空军认为 反卫星手段有几种 是可以有效地打破星链封锁层的 电子干扰就不行的 一般你只能够暂时干扰 卫星对地面的通讯没挡 但是当那粒卫星飞过干扰的范围 就会回复和地面通讯的能力 至于激光 激光武器对于这些微型的通讯卫星来说 破坏效果很有限 最多就只能够在这些卫星的太阳能板上打个洞 实际上又不会真的影响到或者削弱到 你们卫星的功能 至于如果用导弹打它下来 行不行 大家试想一下 现在都已经几千粒这些近地轨道卫星 到将来完成星链部署的时候有几万粒 你要多少导弹才能打得下来 就算被你打得下来 但是部署星链的方法是以一支火箭 就能够携带上几百粒这些近地轨道卫星上到太空 所以就算你打下来也好 要放一些新的上去都是很容易而且很便宜 所以用导弹也不合乎成本效益 所以用导弹来反卫星就不容易 再者用导弹打散一粒卫星 那些卫星碎片就会散到整个太空都是 到时整个太空就被这些卫星碎片所污染 大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索尔茨文也特别提到有一种技能就是 也都令到美国的太空军真正担忧 他说中国在研制着一种方法就是 可以捕捉这些卫星飞行器 那怎样捕捉呢 就是透过一个很大的网来捞着这些卫星 然后改变它的轨道和拖慢飞行速度 从而可以有效地破坏这个星链 以及不会制造太空垃圾 事实上中国的确实是在研究这个概念 中国研究这个概念的时候的目的 就不是要破坏美国的星链系统 而是知道我们的太空越来越多这些卫星了 有不少的卫星其实都已经报废了 但是部分的卫星仍然都是围绕着地球飞行 未是跌落到大气层 中国研究这个捕捉卫星的方法 就是希望可以掃垃圾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好像鱼网一样的网 收着一个卫星 然后改变它的轨道 从而可以引导这些坏了的卫星 报废了的卫星 推入大气层 从而销毁 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是一个清洁太空垃圾的概念 但是小估不到一个这么好的概念 就被美国的太空军司令认为 这是一个破坏美国卫星的大计划 美国军方认为这是一种反卫星的武器 说是针对美国的卫星升了 其实是否很无契呢 我认为是非常无契 但是他说到这么吓人 还要在国会里面这样说 其实都只不过是想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就是向国会赚更多钱 是不是 为了要钱就是尽情抹黑 因为据说 拜登政府会打算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美国的太空军备上 明年还会增加更多 去到2024年的财政预算 美国投资到太空军的预算多达3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就是比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高出了39亿美元 你要加钱 自自然然要有更好的理由 最好的理由就是中国在威胁着美国 讲来讲去其实都只不过是要钱 但是就借中国来过招 反正中国又赖美国不和 所以这些政客 甚至乎这些军方的司令 都好热冲于制造话题 一味靠客 咳到以为真的 中国在威胁着美国一样 其实中国又怎会威胁美国呢 是不是 这些人都懂得说的 中国只有几百粒卫星 但是美国已经以千计 甚至乎上万粒卫星在太空 那我很想问 一个只是拥有几百粒卫星的国家 竟然可以威胁到一个拥有成千 几乎上万粒卫星的国家吗 当然是不可能 是不是 不过没所谓的 一般大众是不需要深究到底是不是事实 在国会里面 政客就是想听一些他们想听的东西 所以事实也不需要真的太在乎 总之有军人站出来说 现在中国的威胁着我们美国 所以我们要加紧步伐 加紧发展太空的军备 这样也都可以给到这些政客 一个好好的理由 去批出真的预算 还有向他们的国民宣传 说到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着美国 可以看到了 你说很多媒体散播谣言吗 看来散播谣言的是美国国会 是不是 好了 今节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